我现在在厦门 这期视频呢也是关于海边 在温柔道博物里面我曾经说 希望我们都能遇到 值得认真对待的人 总有一天 我会带你去海边 那么这次我要带你去海边的是 嗨 谭老师 哈喽 怎么称呼您 建四 建四哥你好 建四哥你好 你好 我叫高海斌叫我海斌就行 海斌你好 今天我们就我陪你逛一下厦门 好啊 就是你第一次来厦门 三四次吧 三四个机会行 哦 之前都是工作吗 对 但之前来都是一两天 然后工作完就满个费 之前来是觉得 没有机会感受厦门的这些 特别漂亮的地方 这里真的好漂亮 他这些桌子感觉 都怎么都这么好看呢 嗯 哇 卧色 他有点像那个麦加巨仇的感觉 嗯 他这边全是木制的 叫玩木工方 嗯对 这些小人就挺有实习感的 因为我现在 我现在在演的这个角色 嗯 就是在做这种雕塑啊 然后就这样一个一个 嗯 所以我看到这个立马把 这里的照片 发给我们的剧组 你现在在下面拍的 叫裂罪图鉴是吧 对对对 是个悬疑罪汉推理的是吧 对但是它跟以往不一样 画像师的视角去 哦 还是用画的过来 那天是出去工作或者旅行 你会喜欢怎么记录生活 是用文字呢还是照片或者Vlog 用眼睛和脑子 那脑容量听到 那这个粉丝是要求你 对粉丝就是经常要求我 你看看人家人家天天 一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 然后让我们知道 你生活中都是在干什么 所以我现在也在 也在摸索学习当中嘛 有一年我们 当时我们组合 我们我们自己带了DV 然后去了洛杉矶 我们自己拍一边拍旅程 一边把它剪成了一个MV 所以这时候想想好像就是Vlog 也是记录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从LV我们 LV 从LA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开车去 拉斯维加斯啊这种 对 然后呢 吃了吗 吃了会胖这个 你们吃吗 我再给我们剧组看景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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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让他们来着拍 可以 我真没想要想的还有这么多 嗯 在歌里面完全是两个风格 对 真的是要堕出来走走才可以 是的 你这次参加追光爆哥哥 应该挺多收获了吧 嗯 你觉得你就是上完这个节目 有没有什么感悟啊这些 我觉得追光爆哥哥不是 可能不只是一个舞台的呈现 那么的简单了 他可能追光爆哥哥的意义 在每一个人生 每一个人都追光爆 你说到这个我想到前段时间 网上有个火的一个海底捞 甩面哥的视频 我给你们看一下 好 就这个 在地下的停车库里 对 我觉得他也是在追寻自己的光 追寻梦想 去拼搏吧 就是 就像我在追光这个舞台总决赛的时候 我唱唱歌之前 我说了一段话 我说其实追光那不止我们21个 对 虽然你也早就已经出道了 然后这个节目也结束 但我觉得 我们在人生中 其实是在不断练习 我们可能 直到我们死亡那一刻一直都是个练习者 我们在练习者变得更好 嗯 说得好 说得好 不仅是演员歌手 我们可能更好可以 像厦门 水产店老板 或那些渔民 都在为自己 自己这些 生活 忙碌 大拼 主要 人生主要是 只要有梦想 或者只要有 有 有希望 就即便我们再渺小 但其实还是 还是至于 这些渔民 都在为自己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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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渔民 对 我旅行 因为偶像 我旅行 那些渔民 在那些渔民 都在渔民 又在渔民 也会好 这些渔民 有 灵 只要 无论 这些渔民 在宽車里 也会 nossas 不安 Oh that's just life 徘徊到不再徘徊 Oh that's just life 重来到不怕重来 没有选择的时候 不能选择的时候 永远向前 路一直都在 我们这次来厦门干嘛的 拍一个短片 上次来厦门是2018年底 这次来的路上我也在讲 这两年多里自己有什么变化 我想我还在做自己热爱的事 时光面前每个人都是生活的练习生 我相信只要坚持总会有生活 你对着镜头来个表情包九连吧 当做一个粉丝福利 我现在摘下墨镜就是表情包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的眼睛见不得光 我只要有太阳光比较强烈的情况下 我摘下眼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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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